我的名字叫司马林 我是今年波黑在汉语桥比赛中的代表 和我一起是我最喜欢老师的之一 独学老师 大家好 我想通过去问 您如何选择学习汉语 才成为了教汉语的老师 那么我很小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中国特别是中国文化 我觉得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就是中国 三年前您还代表波黑参加了汉语桥比赛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当时是什么学 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王寿 其实我参加汉语桥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我丢了我自己的行李箱 我去中国刚下了飞机发现了行李箱没了 所以我所有的衣服 我所有准备的材料都消失了 真的 所以那时候我自己也特别害羞 不知道第一次到中国该怎么做 人特别多 而我连衣服都没有 所以我当时可能上台表演不太好 因为我穿的衣服都是别人的 非洲那些学生都给我 然后我就感觉 特别可怜 衣服没有 稿子也比不太好 后来我发现不管是什么情况 你遇到中国 你会认识非常多的朋友 那边的老师会非常善良 非常热情 会对你帮助的多 从您的角度来说 您怎么看待我们这个学生 对 对我们 我刚开始当我们这个 smiling学生的老师 我感觉他性格内向 可能学习汉语 这个不是一个好处 后来我看 你对别的学生 就是愿意帮助 帮他们写作业 然后准备考试 准备HSK考试 一直有smiling的帮助 所以我感觉 特别上我历史的课 对历史非常有感兴趣 而且有的时候我讲课 他什么都知道 我感觉都自己不好意思 比我还知道的多 老师 谢谢您的宝贵时间 我是smiling 我们下一次见面 拜拜